在这个12月 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有很多的变化已经有产生了 首先我们来谈谈澳洲 中澳贸易战目前正在展开 其实这里面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跟澳洲之间 其实不能像是中国与美国之间这样讲 称作是什么中澳贸易战 因为澳洲跟中国 无论是在综合国力上 或是军事战备上 甚至是在经济产值上 澳洲完全不是与中国可以站在一个量级上的对比 与其说是贸易战 应该说是中国单方面的制裁澳洲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不能凭感觉 我们要以科学角度来看 澳洲在世界军事强度排名上 排名第19 美国队长排名第一 然后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就是俄罗斯大灰熊 中国熊猫排名第三 日本味噌排名第四 印度咖喱排名第五 法国面包排名第六 韩国泡菜排第七 英国绅士排名第八 意大利面排第九 土耳其火枪冰排名第十 而我伪摘中华民国 身为华人世界的自由民主灯塔 排名多少 排名第13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战力 是可以完胜欧洲的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经济方面 经济是很重要的 经济排名上面 根据国际会货币组织的 INF在2019年的统计 澳洲排名世界第十四 第一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队长排名第一 欧盟整体排名第二 中国排名第三 不过实质上 因为欧盟它是一个综合经济体 所以我们还是以单别的国家来做分别 中国是排名第二 日本帝国排名第三 德国第四 印度第五 英国第六 法国第七 意大利第八 巴西第九 加拿大第十 至于经历了强健的很强大的俄罗斯 他是排名在第十一了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 可能还有很大的加强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印度 老是拽的跟二五八万一样 就常常搞不合作运动 人家可是真的有铁杆的实力 虽然没有办法赶美 但是印度实际上已经超英银法 是一个军事跟经济双强的国家 所以虽然人家百姓很穷 但是国家的整体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排名第几 这个我们一定要讲一下 我们来骄傲一下 我们是属于隐姓排名的第21 与波兰不相伯仲 为什么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是属于隐姓排名呢 因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与纳卡共和国一样 是不被联合国承认的政治实体 就跟香港一样是属于隐姓的排名 而香港隐姓排名多少呢 香港的隐姓排名是第33 也就是略胜于马来西亚 从这里看 马来西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如果当年马来西亚在立国的时候 华人不顾情谊抢下了执政权 而不是尊重马来族裔退居其次 那么马来西亚以现在的他资源丰富性 以及他的地理的优越性 成为超越新加坡数倍的东南亚 超级大的一个经济大国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过既然是由乐之天命 随遇而安 排他性极高的马来裔当老板 那么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 反正大家都慢慢来 也是一种生活的哲学 对马来人而言 你要赶上这种积极 这太难了 而澳洲对于中国 于2019年的时候 他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88亿美元 也就是说澳洲的出口总额至少30%以上 大概是32%左右 是仰赖的中国的采购 尤其是大麦这种西方产量高 仰赖一度也高的农作物 中国过去对于澳洲 你不只说他采购了 甚至是溢价采购 也就是说中国愿意用比较高的代价 去采购澳洲的农产品 如果说中国完全禁止购买澳洲所有资源 澳洲农业至少可以垮掉一半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数字 澳洲之所以这10年来 我们说短一点10年就好 经济无余的发展 很大一部分都是仰赖了中国的留学生 以及中国的采购 而澳洲其次最大输出国是谁 是日本 但是日本的总额只有中国有差不多40% 第三名是谁的 第三名是美国 只有大概中国采购额的30% 所以中国是澳洲最大的金主以及客户 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 当然有人会指出 在中国这样的单方面去为难澳洲的状况之下 澳洲可以向其他各国去推荐他的订单 来弥补中国的不足 这个想法很有趣 但是是比较不可能达成的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收的农产 它是很有限的 其实日本它是一个西化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主要的粮食来源还是米食 所以能增加的采购量它是很有限的 而美国本身就是大麦跟牛肉 是多到卖不完 还得强迫中国加大采购的 更别说是红酒 是完全不缺澳洲的 那么澳洲的好朋友纽西兰 对不对 这是一出事情 纽西兰马上跳出来 纽西兰能不能吃下中国的差额 别闹了 纽西兰本身就是生产农业的 我去买你 我自己已经有生产的东西干什么 更别说是印度或是新加坡了 这些国家不是人口 人口少得太精致 不然就是自己的国产农业 也是第一个要仰赖的 没有去办法去给你增加太多的采购 来去危及他自己国内的农业 而欧盟区 欧盟区可不可以加大采购 不是很多人去支持的澳洲吗 要把农产品从南半球的澳洲 遇到北半球的欧洲 这个是比较有点困难的 因为他的成本是会比较高的 而欧盟本身产不产粮食 他也产粮食 产不产矿场 他也产矿场 跟印度一样 欧盟区必须兼顾欧盟区的供需 欧盟是一整个区域 澳洲不是欧盟 我们要知道 欧盟他是一整个区域 澳洲不是他们游戏规则之内的 所以很抱歉 澳洲你想卖东西到欧盟 请你到外面抽号码牌 先排队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而相反的 中国对澳洲经济非常重要 但是澳洲对于中国 其实就没有什么必要的 任何澳洲能够提供的 说白了 几乎都可以从其他国家取得 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煤炭 铁矿 牛肉 甚至大麦等等 都可以从其他国家来取得 更别说龙虾 龙虾90%都是中国人去吃的 中国人不买 澳洲牛虾 你除了流放之外 你大概也没什么办法了 几乎没有其他国家 像中国这么会吃 为什么中国这么会吃 太可怕了 是不是 例如在其他国家原本是泛滥成灾的 这些害虫 小龙虾 在中国 你不要说是泛滥了 你连吃都不够 还得去养殖它 才够人家吃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巨量的 而且平均国民的收入 是远高于印度 纵使美国的GDP 它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 它高过中国8成 就是比中国更高出8成的产值 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也就是400% 那么基础的一些原物料的消费的能力 无论如何都会在短时间之内 透过疫情上中国管控得宜 数年之后 他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机会 是还蛮高的 这个时间我想不会超过10年 就有可能达到的事情 而既然澳洲跟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 为什么澳洲总是敢对于中国 不断的在国际议题上跟中国叫板 甚至大声的批判中国 其实这个答案不会太复杂 因为澳洲政府没有忘记什么 没有忘记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白人 这个白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白人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即便你是中国人 你是有钱有势的国家 但是你不是白人 你就不应该抬起头来 跟白种人拼起拼坐 你黄种人面对白种人 就应该好好低下你的脑袋 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一种属于白种人的优越 而美国既然联合了其他白人国家 要防堵中国的崛起 那么澳洲必然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澳洲也是白种人 不对 我们应该修正一下 他是白种神 制裁任何非白种人 舍我其谁 这个是不是老师对于澳洲的偏见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稍微了解过澳洲的历史 澳洲他在1901年到1973年之间 实行了所谓的白澳政策 这个政策主要是什么 不是排他性极强 而是主要是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 这个政策专门歧视亚中人 白澳政策在澳洲联邦成立后 首届的澳洲保省党政府正式确立了 白澳政策是基本国策 这个政策之下 只准许白种人移民进入澳洲 这个政策实行了多久 不荒谬的 他实行了72年之久 超过一个甲子 直到了1973年 澳洲的工党政府 他才正式取消了白澳政策 澳洲人歧视亚洲人 应该说除了白种人之外 其他的种族都应该服侍白种人 尤其是亚洲人 而这个政策虽然取消了 但是歧视心态他还是在的 而澳洲总理莫里森 就是出生于1968年 刚好就在白澳政策下的澳洲 而这样的歧视心态 说坦白的 无论任何种族都一样 你没有经过一两百年的种族融合 是很难被淡忘掉的 例如什么 例如美国的黑白的一个歧视 例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都是一样 以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讲 很多绿营的还是是日本 日本人是比较尊贵的种族 美国更加的伟大 对不对 而对于中国大陆的百姓 还是停留在什么 还是停留在过去几十年前 那样去上公厕厕所都没有门 走在路上有强盗 吃饭菜单有两种 两种价格 一个是对内地人的 一个是对港澳台的 这种偏见 即便是中国现在已经 已经是在世界上第二大的强权 他们还是瞧不起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这就是傲慢跟偏见 虽然凋敝的时代是的确存在的 然而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但是心态不一定能够进步到那个时候 就像现在对于印尼的一些女性 我们还统称她的玛丽亚 对不对 为什么一名菲律宾外劳 都应该叫玛丽亚 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而中澳之间难道就没有解决的方法了吗 其实老师还是认为 中澳之间必然会和解 时间也大概会在于 美国新总统总马上任之后 对中国采取另外一种软中待硬的怀柔政策 那么中澳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和缓的契机 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我想应该在半年之 半年到一年之内 应该都会有一个和缓的契机 为什么 因为中国你长期制裁澳洲 多树立一个白种人的敌人国家 对中国并没有绝对性的好处 中国政府现在做的是什么 老师猜测了 这个只能猜测了 只是对澳洲小语厉害 意思就是什么 政不给的 你不能抢 订单是由我给你 不是你骂一骂 我就应该给你的 而现在包含我中华民国等各国 不断的发声去挺澳洲 我们要称澳洲 要喝澳洲红酒 其实很多人认为 就是我们给高澳洲的鼓励 但是这样子的声量 其实是给澳洲更加欺负难下 因为你支持我了 我就不能放软姿态了 你知道吗 这样澳洲就很尴尬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太冲动 讲这句话 会让我们国内的一些农民百姓 他的生意很差 他们的经济没法维持 我现在想放软姿态了 但是其他哥哥又撑我们 我又不能低下头来 这非常尴尬的 澳洲非常的骑虎难下 对不对 你们喝几瓶红酒 我要怎么下台 是不是 你真正能够让澳洲 能够下台的 就很简单 你哪一个国家 可以拿出跟中国一样的实力 让澳洲赚个488亿美元的订单 不然你喝几瓶红酒 说要撑澳洲 其实是没有什么毛用的 他们缺的不是那几瓶 他们缺的是488亿的顺差 而澳洲现在需要的 就像老师刚才讲到 他是需要一个台阶 让这场很尴尬的白人正义的舞台秀 能够有落幕的机会 大家可以回到后台 该干嘛干嘛去 不要让澳洲农民生意垮了 那么执政党下一次选举也会很糟糕了 莫里森这次的上台 其实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下一次才是他吗 这个就是很问号 好吗 来我们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